那為什麼會挑陳柏惟 啊我都覺得 因為陳柏惟就是嘴秋嘛 因為他 嘴秋 這我沒有辦法記錯 台灣的倫理跟第一廉詞 就是這樣被你破壞的 我很難過 這樣怎麼教小孩 你有在教小孩嗎 沒有 其實坦白講 我承認的確有人會覺得 你是不是做得沒有我想像那麼好 或者是我覺得應該要把你罷免掉 可是問題是你連理由都寫得不正不當 然後寫得像是在作文比賽 書情文 然後一看就知道是特定立場 那個不是在解決問題 沒有辦法吸引中間選民 我覺得葉源自非常想問 你們在那邊講 沒有沒有 我先插播讓你 你到底有什麼想問三樓哥的 我是覺得陳柏惟他最主要會被罷免 主要還是第四點 主要是第四點 國民黨的一個策略 那黃傑提的也是萊豬 你們還把他修 黃傑那個萊豬有點不相關 因為黃傑算是第一波韓國瑜 被罷免之後的漁波 那跟這有什麼不一樣 這也不是嗎 但是這個是因為主要是國民黨 他有定調啦 就是說這一年要主要針對萊豬在反嘛 那有兩個工具 一個就是公投嘛 然後罷免輔助啦 那為什麼會挑陳柏惟 我都覺得因為陳柏惟就 因為他 2019年的時候自己要PO文啊 把跟那個王浩宇跟黃傑 放在一起說 如果你罷掉我們 我請大家吃雞排 大家當然覺得說 那罷罷看啦 反正罷完還有雞排可以吃啊 不錯 這個就叫奧客 你去超商 人家有幾點活動 時間到2020年12月30號 集三點才可以換雞排 他也第一個過期 第二個三點也沒有集到 他就要跟你換雞排 我如果是超商電影 他一定被我罵奧客 我就趕出去 但是你這就奧客 而且你還鼓勵奧客 這我沒有辦法接受 台灣的倫理跟敵廉恥 就是這樣被你撞壞的 我能夠這樣怎麼教小孩 你有在教小孩嗎 沒有 但是按照你的講法 你可以這樣講沒有錯 可是你有那個PO文 大家當然就覺得說 那就罷罷看 那就是情緒性嘛 那個就不是處理問題嘛 那是不是因為你有講那句話 然後第二個啊 你自己在前一天開直播說 我可以贏打35 那每個人都認為 你是那麼武功奇才啊 不是出的武學啊 所以你一出現在立法院 大家都會很緊張啊 所以林維都想說 我先自保先勾你 那一天 然後就把你勾走啦 那一天其實 你的問題在嘴敲鬧 林維通蠻小人的 我今天中演藝的我知道啦 沒有沒有沒有 你的話我都很認真聽啦 只是 不會放在信心裡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 並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頁緣之緣之緣味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